政治話題還要來看的是 司法院在宣布對國會改革法案 做出暫時處分之後 在司法院的臉書上 開始出現了很多不理性的威脅留言 甚至還指向了大法官的人身安全 現在司法院已經進行了搜證也暴情 警方依法偵辦 而面對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向大法官撒鎮帖 說要求來舉辦司法公正大辯論 那麼對此司法院長許宗麗強調了 他說憲法法庭的裁判可受公平 沒有什麼當事人不滿法庭的裁判 就要跟法官來場辯論這種事 就是在說憲法法提議 日前對國會改革法案喊咖的決定 有所本嗎 司法院長許宗麗重申憲政秩序的重要 同場出席活動的副總統蕭美琴 也這樣說 讓台灣能夠成為以民主為主 依法而治的公民社會 畢竟在憲法法庭裁准暫時處分後 引發在野黨和藍白支持者不滿 除了波漆抗議等激烈行徑 司法院臉書涌入許多不理性留言 有網友提醒大法官接下來 對一連串莫名其妙的一點鐵的摩擦聲響 一張旨在飛一隻鳥在叫等訊息都要格外注意 還寫下祝你好運等字眼充滿恐嚇意味 對那個恐嚇的這個言論都已經把它隱藏起來 並且我們已經會報警要來那個偵辦 我們會再研議用看採取什麼樣的安全措施 司法院也不再沉默發聲明呼籲各界理性自治 避免衝突危害社會秩序等情形發生 對滋擾院區將依法究責 另一頭身為立院機關代表的黃國昌依舊不服氣 我邀請主筆的大法官出來 來一場憲法大辯論 憲法法庭那個裁判都是可受公平 世界上並不會有說當事人不滿意法官的判決 就要求跟法官辦一場辯論 要和大法官面對面恐怕還得再等等 憲法法庭議將在8月6號進行 全天候馬拉松式言辭辯論 上午場重點放在立法程序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等 大法官又90分鐘詢答 下午場則會討論調查權聽政會 描述國會罪部分 另一場激烈攻防即將上演 簡學學華網新採訪報導